好 再给大家看一个阿里巴巴APP 它的资讯频道的实现方案 这边点进去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系列的资讯频道 然后还可以订阅 订阅了以后 就可以在messenger这边 promotion这边收到 你看它这里有两篇new article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这一篇 这篇我们看到它其实是native实现的 能够留言 还可以点赞 然后还可以去订阅 那么这一个东西它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它的后台是wordpress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瑞典.aribaba.com 然后搜索我们刚才的这篇文章的标题 这个时候平板2024的一篇文章 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 其实和我们在app上看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阿里巴巴都在使用wordpress 去跑它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就千万不要自己 去开发自己的CMS系统了 怎么判断它是用的wordpress 我们点击查看原代码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wpcontent 以及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输入 wpadmin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到达 wordpress一个登陆后台 那么这个就代表说 它使用的是wordpress 所以大厂都没有自己再开发CMS 小厂千万不要浪费技术资源 去自己开发CMS 因为wordpress完全可以和你现有的网站 以及你现有的app 进行现有的结合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以防后提的找不到我